戒施还魂大家可能常常听见 那么戒体还阳复生呢? 这种当今科学、难以解释的奇异事件 不仅东方有 在西方也有著名的案例 这个穿越不同时空的还阳复生传奇 在当代激起很大的波浪 且经过专家的检证和非常多人的证实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著名的瓦达西家骑士 史蒂芬医生 把自己诊治两个女孩和见证到的灵魂归来事件 写成瓦达西家骑士一书 他说这可能是史上最著名的 获得证实的灵魂归来事件 这件事在当时乃至今天 引起很大的骚动 震撼了常人和研究学者们习惯的观念 和看待生死的假设基础 一些研究者 包括哲学、精神灵界等领域互相激荡 对精神学或说灵魂学核心灵治疗 另眼相看 灵魂不死的事实展现 让人重新思考生命的定律 伊利诺伊州西北部的瓦达西家 是个人口数千人的小镇 亚萨洛夫是个善心助人 正直诚恳的绅士 汤马斯维南是个淳朴谦逊的人 他们在一个半世纪前 有莫名的缘分交集 维南家的大女儿兰西 于1864年出生 一直是个健康的女孩 她没有生过病 除了患过一次轻微的麻疹 然而在她12岁这一年的夏天 一种怪病平平在她身上发作 1877年7月11日的下午 兰西做了些地毯编织手工艺 到了6点钟左右 觉得异常疲倦 很不舒服 举手放到左胸口上 扑东一声 身体就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妈妈急急换她 却发觉她身上的每一根肌肉 突然僵直 人好像死去一般 兰西就这样躺了5个小时 才恢复意识 她说刚刚的瞬间 自己感到很陌生 很怪异 次日 兰西的肌肉 又突然瞬间僵直 她完全不能动 就像死去一般躺倒 可是却能说话无碍 她同时可以感受到两个时空 这边的家 和另一时空的世界 此后的日子 她常常坠入出神状态 描述着天堂 灵魂和天使 到了9月时 兰西没有出现病状 好像恢复原来的她 到11月 兰西又被病魔袭击 未痛让她死去活来 大痛每天五六次 持续了两周 之后 她失去了知觉 恍惚出神 又说起天堂 天使等等的事情 有时说话的 完全不像她本人 有时说兰西在天堂 兰西突然发作 奇异怪症的事 在地方传开 亲朋间议论纷纷 有的认为兰西是疯了 有的直劝让兰西住进精神疗养院 在当地诚恳热心的善心人士洛福先生 也听闻了 他耐心地劝说为难先生 介绍他镇的史蒂芬医生 帮他女儿兰西诊治 史蒂芬医生 是位修养极好的高尚绅士 他虔诚信神 人心人数 勤恳认真 他天生具有强大的慈善能量 很能为解病人 许多人因而起死回生 1878年1月 洛福先生携同史蒂芬医生 第一次到了坐落镇交的围南家 兰西像个怪老太婆坐在火炉边 看起来一脸酝怒又阴沉 拒绝交谈 然而 当陌生的史蒂芬医生询问她时 她竟然能自在无碍地跟她对话 兰西说因为她是个心灵的医生 将可以了解我 交谈中 医生问她是谁 她说了几个死去的人 好像他们的灵魂轮番进入她身体 短暂停留 对于史蒂芬医生 她一连串问了许多问题 诸如她的家庭状况 喜好等等 当第一次访谈结束 正当史蒂芬医生何洛福先生 离身往门口走去时 兰西站起身来离开椅子 突然她两手笔直向上高举 身体僵硬地重重摔倒 医生当场见证了兰西的身体 好像瞬间被一种磁力 完全控制了 这时的兰西的身体 虽不受自己控制 但是说话的是兰西本人 她的话清楚理智 她说自己很恨身体周围有些魔鬼 叫什么名字控制着她 史蒂芬医生耐心地启迪她 教导她在自己清醒 还未完全失控前 何不试着去改变这控制的情况 史蒂芬医生问兰西 你必须被控制吗 不想变好吗 或者可能找到一个高层的 更纯净的 更快乐合理性的来控制吗 兰西回说 如果可能的话 我愿意这样 然后 她好像在那边空间 询问了一些她看得见的灵 是否愿意帮她恢复正常 她能叫出他们的名字 也能描述他们的特征 她说出已死去很久的一些人的名字 年纪大的老人知道他们 很快的 兰西说了 有一个天使很想回来帮助我 医生问她 这位叫什么名字 兰西说 玛丽洛甫 在场的洛甫先生震惊地说 玛丽洛甫是我女儿呀 她在天堂12年了 我们很欢迎她回家来 她又善良又聪明 可以尽全力帮助兰西 好像经过深思熟虑 和灵界的生命商量后 兰西说道 玛丽愿意取替先前控制我的野蛮的灵 除去那些不理性的影响 洛甫先生对兰西说 让你妈妈带你到我家来 玛丽应当会自己到来 玛丽洛甫是洛甫先生的女儿 她出生六个月起 就在怪病的磨难中成长 直到她死去 玛丽的怪病 和兰西的还很类似 她最终在18岁死去 就在会面的次日为男先生 打电话给洛甫先生 说玛丽在他们家 她像个小孩 非常想家 想念父母和手足 恳求要回到洛甫家中去 洛甫太太和大女儿敏娜娃 听过兰西的种种 一听说自家的天使玛丽 要回来的事 就决定过去瞧瞧 当兰西从窗户中 看到洛甫太太和大女儿 远远地走过来 就高兴地大喊 他们来了 我妈和我子 她叫出了玛丽的子子 少女时代的昵称奈威 她热烈地迎接他们 晚然久别重逢 又是拥抱又是亲吻 她同时说了一些 洛甫家中的事 没落下细节 那是邻居不会知道的事 十天后 兰西迁居到洛甫家 洛甫夫妇确定 玛丽的确复生了 她立即认出了家中的每个人 还能换出以前玛丽所认识的 亲戚朋友的名字 她有玛丽生前五岁之后的一切记忆 在回归洛甫家的百天期间内 说出了上百件的往事 玛丽用兰西的身体归来 妈妈 子子问她要住到什么时候 玛丽说 天使要让我留到五月中 我自己想就留到1878年5月21日 子子问玛丽 到那时你会去哪里 玛丽说 天使告诉我 我会回去天堂 时间到了天使会告诉我 问到兰西哪去了 她说兰西外出别的地方一段时间 或说在天堂学功课 在借来的身体里 回到洛甫家 玛丽真的留到她自己说的那一天 整整一百天 复归的玛丽 常常对爸妈谈到天堂和天使 她总说我从来都没有死 我真的没有死 这期间 玛丽清楚记得自己的归来 主要是来帮助兰西的 她告诉家人可以做些什么 来帮助兰西的身体恢复健康 而且实行了之后真的有效 有时她还说有特别的处方 给兰西治病 结果在不可思议的情况下 史蒂芬医生真的得到了 特殊营养处方 好像从另外空间传递来的 意外出现在她眼前 处方上还有别的医师的签名 1878年5月 玛丽预知兰西将要回来 她含着眼泪告诉妈妈 兰西就要回来了 她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能再回来 她坐了下来 闭上了眼睛 过了一会儿 她表情变了 睁开眼说 我在哪儿 我从来没有来过这里 说话的是兰西 她急着要回家 等不及家人来接她 戏剧话的是 五分钟后 玛丽又高兴地回来了 她说天使让她再回来 玛丽的妈妈目睹了不同的灵魂 在同一个身体上进出的变化 从这天开始 玛丽忧伤地 一一向邻居和朋友们道别 并感谢他们的帮助 在5月20日夜晚 玛丽告诉家人 她要回天堂了 天使告诉她 把兰西治疗好了 明天上午11点钟 她要回来 完完全全回到她自己的身体里 玛丽流着泪 深情地和家人告别 她请妈妈把她的东西 全都送给兰西 也请父母答应常常去看兰西 谈到她要回去的天堂时 她的神色显得很美丽 转悲为喜 玛丽说 我的灵魂会回来 接近你们 安慰你们 虽然你们看不见我 有时也可能感觉到 我在身边 玛丽留话给子子 请她上午回来一趟 两人话别后 11点钟兰西回来了 兰西的声音出现了 她问 尔特太太 玛丽的子子 怎么了 我们要去哪里吗 哦 对了 玛丽告诉我了 11点半 两人走入 洛府先生的办公室 兰西说 洛府先生您好 您可以带我回家吗 对兰西来说 眼前的洛府先生 是个陌生的长辈 虽然往前的一百天里 他这个身体住在洛府家 和他们曾经那么的亲历 兰西迫不及待 要回到亲生父母家中 洛府先生问她 这些日子发生的这些事 你有什么感觉 兰西说 好像做梦一样 洛府先生护送兰西 回到原来的家 兰西和父母兄弟相拥亲吻欢庆 留下了欢心的眼泪 隔天11点 为南先生在洛府先生的办公室 说兰西完好恢复了常态 似乎已经完全好了 三周后 瓦达西家当地的 时代 TIMES 杂志采访兰兰西 兰西感谢 洛府夫妇非常仁慈地照顾我 直到我能恢复正常 兰西的父母 感谢史蒂芬医生 和洛府一家的帮助 让兰西完全痊愈 归回到原来的家 兰西的妈妈还说 他们和许多亲戚都坚信是玛利洛府的精神力量的控制 让兰西好起来的 兰西的父亲也对洛府先生表达了同样的认识和感谢 并且说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 兰西和兰西的妈妈都会死掉 虽然很多人说是骗局 甚或是恶魔使然 但我看到的事实 是在玛利的灵魂离开兰西后 兰西是一个光彩动人 快乐健康的人 而不是一个发疯的病人 除了当地的《时代》 《Times》杂志报道了这个 难以抗拒的神秘事件 另外也有一些期刊 也陆续刊登了相关的研究讨论文章 心理学家李察霍奇迅博士 在多年后 再度深入检证这个歧视 他亲自访谈各个主要证人 仔细考察整个事情 经过的经纬与证物 得到一大堆关系人证实 故事真实可信 在这个宇宙天体中 还有许许多多人眼看不到的世界 如同我们人体内在的世界 这些看不见的世界展现的 众多未解之谜方方面面迷惑了 追求逻辑定律的智者、哲学家 换个角度 精神学、灵魂学、对神的信仰和修炼 是针对生命未解之谜的解决方案 谢谢观看地球旅客频道 喜欢的朋友请订阅与点赞 还有点击小铃铛 谢谢你们的支持